房车还是需要一点的保温和预寒性的 大家好 前段时间呢 我一个好朋友啊 他们开着自己设计的房车 到了东北 挑战极限低温情况下房车的性能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也很多人呢 对这种行为呢 也产生了不少的质疑 其实啊 我觉得房车要有一定的保温 或者说是预寒的效果呢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现在国家浮沿了空 到了冬天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 海南云南广西等避寒的 很多人呢 还会在自己的家乡 或者是在长江 以南地区 你比如说我们在湖南 是不是 温度呢 有时候会达到几度 各位说 我们也需要一些的防寒 或者是保暖的一些设施了 如果你的房车没有 那么你就集中在那几个热的地方 那我们玩房车广大的人 哪有时间过去 能过去的人 毕竟是房车中的少数之少数 当然我们也没必要去那极寒去挑战 那是另一回说了 但是就广大的用车环境来讲 特别是长江里南的这些用车环境来讲 我认为防车的保暖非常重要 你看我这款车呢 它别的还可以 我就认为那个防冲 那个控制房啊 控制器啊 没必要装 昨天我就吐槽过了 今天呢 我再说一下 不然 我们没法用 是不是 我下一步呢 就看看怎么样的把那个解决了 把那个防取消了 不用了 因此啊 防车必须拥有一定的预寒保温效果 我认为 我那个朋友啊 他们去那边做实验 去极寒地方做实验 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虽然我们不一定非要达到它那种 极寒情况下的保温 但是呢 也要达到一定温度的保温 不然的话 我们玩防车的路就很很窄 玩防车的人群就更少了 因为现在玩防车的人群呢 不光只限于能够护鸟生活的老人 退休人员 好多年轻人也出来了 他们玩防车 不会离开他们存在的地方 也就是说 最多在节假日的时候 纯洁的时候 可能会到老的地方去 但更多的时候 会在自己的加强 你比如说像我 好 不知道我的观点 大家同不同意 欢迎大家讨论留言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